有跟明天科醫生是建議說 莫德納藝廟一直都不夠過 這位中心其實可以考慮 把這個BNT先開放 臺灣六十個醫生的事件 先來討治第二期 再來今天算作是第八輪公會藝廟 主要是治這個A例 明天是一段時間就去 我們這個註冊站 等下註冊 早上住藝廟站 就來很多很多人 他們這幾百五一七十九紀 這次公會藝廟 主要是他第一檔 AZ住完十個月以上 要來住第二檔AZ的民眾為主 沒那麼多人是在六月底住第一檔 他們很高興 總算等到要住第二檔 有一點放心 對啦 會放心一點 這次主持的對象 包括七月十九之前 有做議員定期 萬十八歲至二二歲的民眾 雖然BNT藝廟也在要開始煮了 不過要是有年輕人覺得說 先煮的藝廟比較要緊 所以他們帶到醫院要煮AZ了 因為想說有疫苗就選預言 然後AZ比較早開放預言 國內念書 特別選在開學前 對 經濟支揮中心的通緝 第八輪負合醫院主機民眾 總共有百十三萬人 接下來第九輪公費藝廟 會提供BNT跟高端藝廟 如果莫德納藝廟一直要不上九月 再來差不多有197萬人要在等第二檔 感染科的醫師建議說 藝廟如果不夠 可以考慮成百BNT 給已經做莫德納的 多的人來做 醫師分析 面對變政北道德 退休 國際上的經驗是 主管第二年後 就有可能會去圍住了 服務是住第一檔 所以建議 高峰險的高齡族群 就要趕緊住第二檔以外 因為DELTA 白道 強行又在社區裡面 有幾個地方 運行的團部連 建議也能夠要加強 社區的體驗 記者 綜合報道